现在啊,单反相机已经入门很低了 在以前来看呢,算是一个高消费 那么单反相机加上镜头,动辄上万 那么多则好几万的这么个消费 那是一般人扛不住的,一般人也可能消费不起 随着科技的进步,数码的发展 那么现在单反相机还有微单相机 已经逐渐逐渐的走入平常的人家了 谁都可以买一步 因为它门槛已经很低了 那么这就导致了以前的单反 那么淘汰升级 再在二手的网站里处理给需要的朋友 那么在这里一些程式特别差的 使用已经近乎破旧的机器 经过二手商的那么精进的处理 补漆,翻新,造假 那么就通过合法的渠道 一些网站,一些平台呢 那么就到了许多刚刚的接触摄影人的这个手里 那么一些摄影的初学者呢 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哪台机器是翻新的 哪台机器补漆的 那么这样买到手里以后呢 可能问题就会显现出来 因为它本身就是很破旧的东西 你可能就用不住 用几点或者坏了 那么在这里哪一款机器翻新保有量最多呢 在网上 老于说这么一款 世界上翻新量最多的这款 没有之一 它是哪一款单反呢 就是佳能的5D2这款神机 为什么只能说 只有说5D2翻新量是最多的一款呢 因为5D2从5D升级以后 到5D2这款机器以后 无论从照相摄像 都已经在当时完全是一战风神 当时国内国外有很多的专业的摄影师 用它来录的很多视频呢 大家可以在国外的一些网站上都能看得到 还有一些国外的摄影师 都用这个5D2去拍电影 那么当时5D2的画质 所有单反当中 拍摄视频是最好 所以就导致啊 在那些年当中 所有想搞视频的人 拥有一台5D2 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理想吧 一直到现在呢 就5D2放到当下来讲呢 它的拍照 无论是从它的色彩还原 还有色彩的这种饱和度 尤其佳能呢 这块新帽子对暖色调的这种 讨喜的这种诠释 有许多单纯拍照的人 现在宁可选5D2 也不选6D 现在数码产品呢 一年可能一个公司出好几款 所以说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老旧了 但是现在不管哪一个产品都没有5D2那种曾经的规划 加农公司在5D2上赚的这种份额和利润 远远要高于不同时期的各种单品 那么如何去鉴定这种5D2 5D3或者是5D4的这种老的单反的这种翻新技术呢 老鱼曾在以前的视频当中专门做过一期5D2的这种翻新鉴定的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前翻看一下 那些朋友如果需要老鱼帮助鉴定的话 就给老鱼私信 关注老鱼一下 老鱼将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大家服务 当然呢 也是免费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我是老鱼 有相同观点的朋友 多谢给个关注评论转发 让我们一起学习 共同提高 再见